哈喽各位小朋友我是马同学 这周呢以家人之名 在观众的望远欲穿中终于上线了 要说新剧这么多 凭什么它能够让观众拉满期待值呢 一句话概括这部剧的剧情 我的哥哥一开始是我的男朋友 后来变成了我的老公 还真是很难让人不期待啊 肯定很帅 这部剧的主演阵容里 有少女感持续在线的谭颂韵 还有演技还需要修炼 但是自带苏感的宋威龙 还有不管什么角色 都能够稳定输出的张新成 今天编辑部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张新成 自打凭借着小太阳林扬出了圈 他在娱乐圈的发挥 那就是一个字 稳 来今天的听成一题 跟张新成学习 如何应对演员的青年危机 今年前有小爆了一把的冰糖顿雪梨 后有未播鲜火的以家人之名 张新成一如既往的稳定发挥 收获了不少好评 回想起来 张新成第一个被观众记住的角色是 你好就时光里的林扬 这部剧开拍之前 张新成在娱乐圈基本上是查无此人 虽然演过公益广告和小成本的微电影 但是这个方在星光璀璨的中戏 还真不算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成绩 而跟他搭档的李兰迪是标准的同心 打小就在各种大咖云集的剧组里摸爬滚打 还有一道坎式 你好就时光里的故事 发生在知名学府振华中学 女主演李兰迪是如假包换的高中生 男主演张新成当时已经快大学毕业了 作为青春校园题材里的大热IP 这个选角一出来 不少人先是对张新成这个名字 一脸的黑人问号 然后就是接连不断的质疑声 但是播出之后 书粉光速真香了 这部剧里 张新成饰演的雪霸林扬 整个世界就是围着渔州周转 对着渔州周的时候 是各种痴汗星星眼 为了渔州周出头的时候 又能一秒变刚 张新成把这个角色的明亮开朗 几乎完美的呈现了出来 谁看了都会说一句 林扬笨扬啊 最后 你好就时光成了2017年 评分最高的大陆网络剧集 而张新成也和小太阳这个标签 成功的锁死了 其实如果你看过张新成的 一考成绩单 那对于这个反转 你一点都不会惊讶 2014年的张新成 分别是中系音乐剧专业第一 上系音乐剧专业第一 军艺表演专业第一 北电表演专业第一 还有谁 有这么多名校把关啊 张新成的业务能力这块呢 是拿捏得死死的 凭借着小太阳这个角色成功出圈 张新成要面对的第二个危机 也随着而来了 上了发条一样的娱乐圈 要求人均是时间管理大师 而且在高度紧张的工作节奏之下 不尬戏你也得无缝进组啊 这就意味着 别说什么自我沉淀自我成长了 演员大概率还没从上一个角色 回过神来 就要被迫进入到下一个角色 张新成曾经在采访中有提到过 在拍摄《大宋少年制》的时候 自己连续拍摄了三十多个小时 休息不到两个小时 就要拍下一场了 我还是这样系 三十六个小时没睡 没睡完之后 然后回去 告诉我第二天要提前出工 一共就两个水平时间 即使是这样 张新成出演的所有角色 都坚持使用原声 而他的台词功底 也没叫观众失望 没有时间学习 那就在剧组里公费学习 每拍一部戏 人家就能解锁一项新技能 拍《以家人之名》里 他解锁了做甜点 拍《冰糖顿雪梨中》 他解锁了打冰球 到了大宋少年制 他的胡爷刀练的 比教他的老师还好 不光是技能 张新成也说过 他会从不同的角色上 汲取闪光点 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完整 拥有认知度 还拥有超强学习能力的张新成 就能在演艺圈里 顺风顺水了吗 恰恰相反 现在的张新成 正来到一个关键的节点上 林阳小太阳的形象 已经深入人心 再赶上影视寒冬的娱乐圈 继续顺着这个路子走 毫无疑问是最稳妥的选择 但正所谓不破不立 继续选择差别不大的角色 那他的戏路只会越走越窄 如果小太阳 照亮了张新成演艺之路的起点 那他现在更需要思考的 或许是如何走出阳光下的阴影 张新成在采访中说到过 他知道怎么赢 但是为了改变惯性 他允许自己输 正常情况下 按你惯性出 你可能会赢 当我有时候 甚至为了改变这个惯性 我可以输 演员能够给自己最好的答案 就是作品 在去年播出的《大宋少年制》里 张新成挑战了天赋过人 狡猾顽皮的原重心 而在另一部 由东野归物的小说改编而成的 悬疑剧《回廊亭》中 张新成更是一改往日 积极向上的正面形象 扮演了一个内心隐藏 巨大阴谋的腹黑少年 他没有满足于小太阳的标签 而是不断地拓宽自己的边界 寻找着更多的可能性 张子怡在演员的诞生中 多次强调过信念感的重要性 但是今天我们想说 除了信念感 演员还要有危机感 张新成就是一个 时刻给自己树立危机感的演员 长时间一段事情之后 我内心的反对机制 就一定会反对我自己 我不能再这么积蓄下去 我要尝试新的东西 信念感能够支撑演员相信角色 但危机感能让演员保持自省 在关键时刻度过危机 请堂预告片 没有正片 不要期待 搞错了 搞错了 费 格 费 London 背面 感谢观看